你到底愿不愿意娶我 阿牛哥 你说话呀 哎呀 像你这个丑丫头 天下没有一个男人会娶你的 你就认命了吧 张无忌不久前被朱九珍欺骗 自然对猪二谈不上喜欢 可猪二是少数照顾过他的人 张无忌不忍见到猪二受辱 当即上前拉住猪二 表示愿意娶她为妻 猪二的心中非常感动 他在眼前这个曾阿牛的身上 见到了心上人张无忌的影子 丑丫头 我以如你所愿 你也必须严格有信 你说 张无忌在哪里 好 我就告诉他 张无忌最后出现的地方 是他的家 你 武烈闻言惊慌了起来 因为几天前他的确见过张无忌 未必更是连忙转移话题 指责猪二杀了猪九珍 要猪二剃出九珍常命 武烈看出猪二是在胡言乱语 根本就不知道张无忌的下落 准备杀了猪二以免后患 猪二不是三人的对手 被武烈狠狠一脚踢出窗外 捕出大口鲜血受伤不轻 师哥 杀了他 以免他盗出了我们的事情 魏碧和武清英未免事情败露 趁此良机要杀了猪二灭口 张无忌见猪二遭遇危险 暗中弹出石子打向魏碧 魏碧手腕一通放开了宝剑 武烈见状有所猜疑 愿为暗中有高手帮助猪二 合法人士 请出来献身 根本就没有人了 这丑丫头搞的鬼 拎着你干什么 把你杀了算了 张无忌再次弹出石子 将武烈给击倒在地 魏碧见武烈中了暗算 愿为敌暗我鸣走为上策 和武清英带着武烈溜之大吉 和太冲同样被张无忌的手段吓住 和西华子施展轻功离去 张无忌见危机解除 装作劫后余生的样子走向猪二 询问他是否真的杀了猪九珍 猪二告诉张无忌 是武清英捉奸在床 和魏碧失手杀了猪九珍 张无忌得知猪九珍的死因 感叹真是天理循环报应不爽 随后又担心武烈等人趋而复返 提出赶紧离开再做打算 再看被张无忌打伤的武烈 经过运功调息恢复了过来 未必提出当务之急 是去海外找金毛狮王谢迅 利用他瞎眼的弱点杀了他 拿到屠龙刀绸缪一桶武林 武烈却认为答应了灭绝师太 应该先应约为功光鸣顶 再去杀了谢迅夺取屠龙刀 三人之间的对话 刚好被经过此地的金花婆婆听见 直接打开房门走了进去 武烈看向手中的金花 立刻认出了金花婆婆 对金花婆婆可谓是忌惮万分 金花婆婆也不管弯抹角 要武烈说出谢迅的下落 武烈丝毫不敢隐瞒 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威威道来 全都告诉给了金花婆婆 金花婆婆见武烈没有撒谎 信守承诺放过了三人 她准备寻到猪儿后 在启程去冰火岛找谢迅 话分两头 猪儿带着张无忌来到小镇上 要找一家客栈休息一晚 好巧不巧 赵明也乔装打扮陆京此处 见到了断了腿的张无忌 也被客栈内的周芷若认了出来 狭张跋扈的丁敏君被猪儿挡住去路 张口就是屋檐会语要猪儿滚开 猪儿当即就不乐意了 与丁敏君争吵了起来 眼见赵明已经走远 丁敏君要教训拦路的猪儿 猪儿同样想要教训丁敏君 用出了千猪万毒手 点在了丁敏君的手腕上 随即出言向丁敏君服软 我不跟你打了 你不是要我滚吗 我现在就滚了 犯你实相 周芷若 我们走 他会是汗水仙玉的周芷若吗 张无忌认出了周芷若 周芷若却没有认出张无忌 跟着丁敏君前去追寻赵明 有心算无心 赵明很快被周芷若两人拦住 周芷若 你记性还不错吗 怎么 找个帮手来报仇 杀人偿命 等等 我不跟你打 免得人家说 我欺负一个残废人 你敢侮辱我 你身中剧毒 已经是半个残废了 不是 我 我